首先我們要體驗看看 老師您回到首頁 就是它上面這裡有首頁 它一個很大老師就是希望你就不用再東奔西跑 能夠在我這個網站 一個網站就幫你解決 所以你回到首頁之後你可以看到上面這裡 有沒有發現 您可以做簡報 可以做社群媒體 跟老師順便報告一下 影片也可以做 他可以直接輸出的影片 你用PowerPoint是排水自己也是 把它定存成影片 但是這邊的話 他也可以直接存下來就變影片 那你要做印刷品的 要做行銷的 甚至辦公室裡面用到的 通通都可以 你也可以點一下更多 你就會發現說 他能夠做的事情還蠻多的 包括你看像封面那些通通都OK 那我們先從老師最常用的這個簡報來試看看 好不好 你把它按一下 然後他這裡面 這裡面他有分幾種 就是一個就單純做簡報 然後再來就是 Present為主 也就是說直接變全螢幕投影的 當然桌手邊這些也都可以變全螢幕投影 只是說他把它 這樣稍微做一個區隔 再來就是行動裝置優先的 或者是 我們剛剛那種是16比9的 那這個就是4比3的 所以你可以找找看 如果我想要做簡報的 我可以從這樣直接進來 那 第一件事情 要做簡報 當然就是要選一個好的範本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好處就是範本很多 哈哈哈 你可以先從 老師先從 這個 喜歡的範本開始 喜歡的範本開始 那 Hopo裡面的範本 老師已經用到快爛掉了 所以我們就盡量少用它 這樣 比較不會覺得 嗯,老師都只用那幾個 好,所以我們找到 您看左手邊 其實現在的流程很單純 您可以看到 我們就是 先選好範本 找到你要的元素 或者是你自己上傳的素材 然後呢 你可以找網路上的照片 加入文字 色號樣式 甚至加入影片 通通都在這裡就完成了 左手邊就是我們主要的工作列 那你可以先找找看 您覺得 哪一個 類型 您比較OK的 那你現在看到這些類型 只是前面兩個 後面都還有查看全部 有沒有 後面都還有查看全部 所以 你可以自己找你喜歡 我們先找找看教育類的簡報 好 好 我點一下 你點進去之後 跟我們泡泡範本一樣 不是只有一頁 因為它還有很多內頁 其他比如說圖表情的啦 或者是那個 不一樣的 這個 風格的 那種 內頁 你都可以直接點 點進去 有沒有就直接泡泡進來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要換也OK 那也沒有人告訴你說 這一頁 這個簡報面只能泡一個半個 你可以後面增加第2頁第3頁 其實老實有沒有感覺這個界面 在右手邊的界面 超級熟悉嘛 對不對 很熟悉啊 跟我們用泡泡沒什麼 兩樣 因此呢 你這頁不夠 我們就在這邊 可以增加第2頁第3頁 這樣也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透過這個 老師你先找到 你覺得你比較適合的範本 你先把它點一下 那點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到這個元素這邊 元素這裡 它就已經內建很多的圖付給你 而且最重要的是 打中文會通 你看上面這裡 是不是有搜尋 對不對 你打中文是可以的 所以不用說因為它是國外的網站 我找 找素材 還得通通都打英文 不用 當然你打英文也是可以 但是你打中文的話 其實你更好找 比如對 我想要找禮物 那我就按一下禮物 好 通通進來了 那跟我們用微軟的 美工圖庫 是不是有一樣的概念 所以我就從這邊點一下 進來了 好 放好 大小 反正這都是去備好的 那麼如果老師有需要 移動它的圖層順序怎麼辦 就從上面這裡來 在這裡 它的名字叫做位置 所以你點一下它 是不是這裡就有往前往後 對不對 如果說老師有需要去調整它的圖層順序的話 點到它 其實你按法屬右鍵也有 這裡就可以移到往前往後 最上層最下層 一樣的概念 像這個 就可以這樣做調整 那 當然它本身 本身這些圖片 有去備的 也有沒有去備的 那 目前 各位因為還是免費版 所以其實呢 你沒有辦法用到它一個功能 就是它連 圖片的去備這個功能 都怎麼樣 幫你包含在裡面 如果你看 我找一下這張圖好了 這個是影片 你看它連影片都送給你 好我找一張 好就這個 那我不想要外面的廢體 我只想要這隻手 可以嗎 可以的 老師如果你升級到它的Pro版 我就直接來編輯影像 你看我們左手邊 有沒有背景藝術工具 按下去就好了 就等它 這個是它一個很方便的功能 因為 如果沒有這樣 你是不是還要去外面找 可是我在它裡面就可以完成 而且還可以做一些微調的動作 跟我們 上次介紹 那個圓端去備是一樣的 但是 你就不用再跑到那邊去 這個是它一個很棒的地方 那目前各位 這個功能 你們暫時沒有 等到你升級成Pro版 就可以直接用 就可以直接用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我們來看 我放下來 OK 那麼 除了剛剛我們看到 元素這裡以外 一定老師會有機會 就是 自己的圖嗎 對不對 那 你可以Google一下 好 我們來找看看 今天 等一下 好 假設我找好遠 OK 那麼如果我找到 我看一下有 PNG的 有沒有去備好的 有這個都去備好的 所以這個 我就可以把它 直接 存下來 各位老師 您稍微留意一下 像這個 我們 上面看到的也是一樣 如果你有看到它後面 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 一格一格 代表這張圖片是 去備好的 但是呢 除了 你用的是 PowerPoint以外 因為PowerPoint 如果你按右鍵 直接 直接複製 它可以幫你保留這個透明度 但是 微軟很貼心 只有他們家的軟體 有這個功能 其他的軟體 包括Adobe 很抱歉 如果我是這樣直接複製 拿過來 貼上 你看喔 貼上 貼上 這裡有耶 這裡也可以 太好了 我之前是有一個是不行 但是這裡可以最好 你看 我剛剛並沒有透過上傳 我只是貼上 可是你看一下左手 你有沒有發現上傳已經變成你的了 有沒有注意到了 等於說上傳這邊就是你自己的圖庫 你自己放上來的 那我之前用過的也都會留在這裡 所以我要重複使用 也很簡單 我就可以直接拿出來 那如果說萬一你找到的貼怪不行 就要麻管老師一定要把它 先另存下來就再丟上去 所以如果我是另存 我另存下來 那我也可以像這樣子 從下面這邊按著丟上來 這樣也是OK 你看這一張是不是也是上來的 所以對他講他就認為你拿了兩張進來 所以這個是蠻方便的功能 因為 你沒有很複雜的這種 上傳的機制 只要複製貼上就OK 他就會自動幫你加進來 所以你看我之前在準備簡報的時候 有找到我們學校的那個 就是Logo 所以我就這樣放進來 我下之後又點一下 就進來了 反正這個也是去備好了 所以 這個是 我們使用Pamber的時候 他很方便的地方 那麼第二個 你現在會加入他內建的 這些素材以後 可不可以加入文字 當然可以 那文字跟素材 可不可以做動畫 當然也可以喔 所以他也有動畫的 這個效果 所以我們先來看一下文字的部分 文字的部分 你找到左手邊 左手邊這裡 左手邊文字 你有沒有發現他已經內建了很多 文字的類型 對不對 而且最重要的是 很多時候我們在用這種網站 線上的 最缺的就是中文字形 因為大部分大家簡報 你應該知道 你可以用的字形 大概就哪幾個 新細名標牌嘛 頂多加上微感正黑 就算不錯了 這裡不止 來我們試看看喔 如果你今天要怎麼樣 樣式 好我先點一下 OK進來了 那這個是他內建的樣式 好那我不喜歡 沒關係 你從這個 文字 上面這裡 有字體 打開 你有幾種方式可以做 首先第一個 你有看到 有沒有發現王漢中 對不對 至少這樣你不會只有 信細名標牌跟黑底 你多了幾個 那如果你沒有 版權問題的話 你也可以自己把你的什麼 字形上傳上去 不過通常我想大部分大家比較沒那麼勤勞 而且有時候這樣會牽涉到版權的問題 因為王漢中的其實你可以看到 他下面還有很多其他的 你都可以從這邊就找到其他的 這個自己來用 那這樣子對 大家來說其實就相對方便 所以你點下去他就派用進去了 好那你打中文打英文正常來說OK 都是可以的 好這個部分 可以吧 所以老師會發現其實今天真的 不小心來就會超過一半以上 這樣 因為你只要知道這個網站在哪裡就好了 所以今天沒有什麼壓力 真的 那 他本身當然也會有一些就是我們講的文字的樣子 風格 你可以去選擇 所以你可以自己 試看看 點下去 然後當然你也可以自己調整 好也可以自己調整 好 所以我們剛剛有了圖庫 有了文字 現在再來再做一個 是不是可以做動畫 那我們在拋坡裡面 也有分幾種動畫 一種是 整個頁面 就是專長的動畫 然後一個是針對局務的 個別物件的動畫 我們在這邊也是一樣 如果 老師今天 你沒有選到 任何的 就是畫面上 螢幕上的任何物件的話 動畫就是針對整頁 所以你看到我現在沒有選到任何物件 有沒有 這個時候你看左上角 有沒有發現到 我這個投影片預設有個動畫是5秒鐘 對不對 那你可以點到這個動畫來 我們按一下 它的動畫在這邊 您可以看到下面 我剛剛講有一些是屬於付費的 就是像這種 在右下角會有一個皇冠圖式 那等你升級到教育Pro版之後 其實這些就是 通通都可以用 而且它的設定很單純 你看我只要滑過去就好了 有沒有發現我沒有選到任何東西 它是整個頁面上的物件都會動 這是第一種方式 如果您覺得我需要 所有的元素都會動的 就通通都不用選 那如果你不是要這樣子 那我們就針對 比如說我想要這個文字 它到底怎麼進來 我就選到這個 物件或者圖片都可以 它一樣會有 在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樣有一個叫動畫 你把它按下去 是不是就 通通跑出來了 對不對 一樣爬過去就有了 所以你要拿一個效果 自己點下去 它就採用這個效果 所以它動畫的 這個製作動畫方式 都一樣 你看我點到這個 我們來看一下 慢慢圖線 還是要提升 由下面上來 這個效果 OK 然後我如果不選到的時候 不選到任何物件 就是針對整個全部的 好 我們總是要預覽看看 我們總是要預覽看看 全部 就整個一起來看 怎麼看 你看右上角 這邊有一張展示簡報 右上角 所以如果你做好了 你可以先測試一下 找到這邊 我們就先用標準的 好 進去 那 進來動畫 那就五秒鐘 那這一塊在拋貨裡面 大部分 如果大家這樣做 是比較麻煩 因為你給一個一個 物件 不管是文字 在旁邊 即使它再簡單 也沒像這邊那麼壞 所以 Canva它的好處 就是像這樣 就是 你要做的時候 即使你要做簡單動畫 其實 蠻方便的 那我現在這個頁不夠了 就可以再增加一頁 就從下面這 再增加 那你可以自己再找找看 我找其他範本 找找看我覺得比較OK的 好 找這個進來 所以你不同範本 你要靠用 其實對它講 其實都OK的 這都沒有問題 就這樣 直接點進來就有了 所以我們剛剛呢 先讓大家稍微體驗一下 從範本 適合的元素 然後文字 再把動畫把它帶進來 這樣 真的蠻容易的 那麼 萬一 老是真的 因為現在還沒pro版 或還沒有通過 沒關係 去背的部分 我們還是可以用 是不是有個雲端去背 這個在簡報的12月那 到簡報12月 所以你也可以從這裡 第12月 簡報的第12月 在這邊 你看我的進來是不是有做動畫 當然其實 要不要全部都做動畫 就看你自己 但是呢 像這個續背的功能 您就可以 自己參考一下 因為我記得 有 大部分 老師 上個月都有來參加 所以應該知道說 我們有這個網站 那你就自己 把它丟上去 反正 這個網站能夠做的 現在 CAMBA也大部分能夠做 但是 不可否認的 Remove Background 這個軟體 這個雲端輸了 其實它認識的更多 它整體的去背效果 其實我是覺得 比較厲害 那這個是讓老師可以搭配一下 在 還沒有 pro版之前 你就勉強先用一下 好 這樣 可以嗎 好的